王志安去年回大陆 发现自己翻身无望 于是决定远赴日本 集中精力做油管之后 立即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每期节目都是震恨难 相信看了他之前直播的 都对他如何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 有所期待 也希望他能以自己的方式 比如说新闻调查 人物采访等等这些手段 启发明智 让中国变得更好 但看了最近关于新疆这期节目 之前那些让人激动的心 今天冷静了下来 梦想终今 梦想终归是要照进现实的 视频内容呢 大概就是回顾了一下 当年他在央视采访 新疆爆孔事件的一些经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重温一下 这里我要说的是 部分事实不是事实 没有一种人是被普遍谴责的 一部分眼里的恐怖分子 一定是另一部分人眼里的自由战士 西方媒体特别善于搞那种 以般窥暴的一套 弄一个局部的所谓事实 妄图影响全局的判断 比如说一张白纸有一个黑点 对大部分人来说 对于远距离观察这张白纸的人来说 他可能就是一张白纸 但是 如果你一个列文虎克的视角 当时这个黑点不放 然后再报道出来 加以渲染夸张 许多没见过这张白纸的人 甚至看过你的报道 就可能认为这是张黑纸 如果你采访 比如说本拉登 卡扎菲 扎卡维 他们一定也有对未来阿拉伯民族重新崛起的美好向往 如果你采访希特勒斯大林 他们的主观意愿 也可以说是为自己国家好 但现实结果 往往与他们主观意愿是相反的 这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客观中立 像爆恐世界这种针对平民的恐怖暴力 就是恐怖犯罪啊 不能说那个极端组织 这个阿拉伯 阿拉伯 炸这个世贸沙斯塔 就因为你反美 你就觉得他炸的对 大快人心 等什么时候啊 你受到恐怖主义洗扰了 这恐怖行为轮到你头上了 你又觉得这个恐怖分子是很可恨的 当然反之亦然 王志安之前的节目说 要保留一颗闪亮的心 能体会当事人在当时情景下的难处 我很认同这个说法 说白了就是能设身处地的 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换位思考 那么问题来了 当你面对新疆的复杂问题的时候 会换你坐在那个位置上 你会做什么 你怎么做 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曾经也到新疆旅游过 这个王志安这些 他在视频里提到的这些问题 我也遇到过 比如说你去加油站加油 只能有一个司机进行加油站 剩下的人必须下车在加油站外面等着 无论是外面多么冷多么热 外面是刮风下雨 老人小孩都必须在加油站外面等着 只能等他加油完了之后 你在这个加油站的另一头 这个上车 或者是呢 比如说你骑摩托车的 好多地方都不给加油 因为摩托车那油箱 他没有那个 防这个 倒油的这种装置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那油抽出来 再比如这个刀具关键的问题 我曾经 在很多乌鲁木齐的这个 公共场所的这个这个商店里 都看到过那种 一一般是比较长的刀啊 都会有铁链拴着 然后是必须有他自己的身份号码 就卡上钢印 然后我有一次晚上在那个乌鲁木齐街边 小摊买水果啊 他们老远看见那个警灯闪烁的时候 就战战兢兢的那小小小摊的那个店主啊 就把水果刀藏在木板之下 就藏起来了 再比如我从这个乌鲁木齐 去吐鲁藩火焰山 一路上大概我数数算算 大概遇到过七个检查点检查 然后要让你打开后备箱啊 查你证件啊 扫码啊等等 大部分的工作人员的态度 都比较恶劣 至少是不是那么友好 他对游客的 完全没有那种对游客的态度 完全是一种对阶级敌人的那种 目光来看 其中这个七个检查点有四个检查点都是配有冲锋枪的 虽然那个枪口没有对准我们游客 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内地的人来说啊 那个离枪那么近 而且冲锋枪 确实是感觉有一点不舒服 新疆的经济问题的整体 我不太清楚 但至少对木鲁木齐来说 从我的观察呀 我问当地的人呐 当地的朋友啊 他们给我讲 我大体可以这么说 就是 木鲁木齐这个经济确实是不太好 他们的人口流失比较严重 你在大街上你看公交车啊 你经常可以看到 就是 呃 这一辆车 可能一两个人 两三个乘客 几少见到有像北上广深那种啊 爆满的那种那种那种情况 然后他们地铁呢 当年也是修 也是规划了好几条线路 如今呢 只修了一条线路 就烂尾了啊 地铁上这个呃 修建 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因为修那铁这个 其中一个承包商 他的老板啊 他的孙子 跟我以前小学是同学 我们在一个球队踢过球 当然 你这个地铁烂尾了 可能很多的工程款啊 什么的 呃 要回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 木鲁木齐的房价也一直上不去 不只是维族 那汉族在大街上 也有机会也会被查到这个身份证 呃 之前我呃 据那个在当地生活的几十年的朋友来说 他们之前晚上还会出去玩 但是最近十年时间吧 就很少出去了 因为在大街上 呃 比如说十年以后 你就会很有可能被查身份证 他们是汉族人啊 也会觉得不舒服 呃 在好多景点门前 都有那种闪烁的景灯啊 对于一个游客来说 你想拍一个比较干净的照片啊 就是完全是景色 没有人呢 没有警车这种 其实是是不容易的 呃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啊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吧 显然啊 我们希望一个比较自由的世界 也不需要公权力 那么那么多的介入 但这个世界 什么时候 他是按他应该发展的样子发展的呢 你什么时候 是按照你应该成长的鬼成长的呢 对吗 如果是简单的 无脑的发泄说 哎 世界这个事情不应该这么做 啊 这 这个是他们这么做太恶劣了 这其实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评论啊 旁观者轻啊 但是是站着说话 不要疼 糊弄一些傻叉啊 收割一部韭菜 学习一些情绪 呃 仅此而已 这个世界不会因你变得更好 当我们批评那些当生者的时候 拥有足够的学识和见识 才能分清当权者 是什么是当下的这个当权者所特有的 什么是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顽疾 当比如说当年面对这个北方的编换 这个所谓全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这个建臣 直臣魏征啊 面对不是出的明君圣主唐太宗的时候就这么说啊 他说突厥郎中也不可以仁义交 不可以刑法位 呃 大义就说这这些人啊 软硬不吃 呃 当时这个呃 魏征的建议呢 就是说把这些人要 呃 我忘了是具体要是要杀光还是把这些人全部圈到内地 反正呃 呃 唐太宗当时是呃 不赞同魏征的这个提议的啊 当时他都对呃少数民族有一种呃内圣外亡的那种感觉就是打呢 你你又打不过我 然后呢 我还是要给你一些生存的空间就让有点像让那个呃少数民族呃比较呃怎么说呢 呃 少数民族比较呃心浮口浮啊所以他被奉为天可寒吗 呃 不过呃这是这是题外话就是新疆维吾尔人他们从血缘上不是图救人呃只是为了防止钢精跟我抬杠 呃 你并不是说对他们采取怀入政策对他们好当地人就能一直对你感恩戴德 呃 比如嗯 我举个例子啊他算是说国外的吧 比如苏联那个车臣问题 当年车臣跟老毛子打仗打了一两百年啊他们也是软硬不吃这种民族 结果呢当斯大林上台之后斯大林你想想 他是什么人那自己儿子自己媳妇他都不当人的这种人自己女儿都不当人的人他能在乎别人吗 所以这车臣人的遭遇你可想而知他们基本上被举足啊从这个高加索签到了呃 哈萨克斯坦 当然是受到了很多的打压呃 这个 车身问题呢在斯大林的任内 基本上算是得到了所谓的妥善处置至少就是他们的分裂问题他们的暴力问题啊得到了压制 等到这个和鲁晓夫上台之后啊他是要他是要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路线嘛 所以呢就否定了斯大林这些很多政策 包括跟车臣人呃这个对他们有个补偿啊把他们呃迁回在这个世代聚居的地方啊发还他们的房屋 保障他们的损失等等 按理说这其实是对车臣人的利好吧 啊但是车臣的民族分离问题也从也就从此的就是说从和鲁晓夫任内就开始急速的加剧 因为这个苏联人这个这个车臣人会感觉说反正是你苏联人欠我的吗 你不欠我你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呢 所以啊从和鲁晓夫之后这个车臣车臣宁亚这个地方啊就没有消停过 呃 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问题 在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自古以来还是那句话自古以来 呃以及古今中外就是横纵多标你坐标你去对比 这个问题都是很难解决的 啊美国和这个啊印第安人的故事 嗯大家就知道了印第安人从几千万人变成了几十万人 啊这个人口规模你可想而知他们当时的矛盾是多么剧烈 呃再比如你今天到法国南部一些小镇 那阿拉伯移民已经成为 呃许多当地那个施议会的多数人 当地的旋利塔的高度呃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教堂的尖顶 就他们的做客也有一种感觉感觉怪怪的啊 我到底是在欧洲还是在中东是吧 再比如在伦敦啊 有两个社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穆斯林 嗯外外地人也很难在其中生活 还有就是在曼城啊 我去穆斯林所在的小区打篮球 跟当地打板球的人产生了冲突 我差点被打呃 所以虽然王志安他说他去当地什么餐馆 感觉那个维族和汉族人之间有隔阂 这个可能是事实啊 但是你只提这个事实 似乎让人们觉得好像是我们的民族毛 我们的民族政策有问题啊 汉民的关系汉族和维族的关系不好 但如果你有机会去全世界看看 大部分的这个少数民族 尤其在这种大的啊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面啊 这个少数族裔和主体民族 往往那个关系都都不是特别好 这不是本朝独有的问题 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说这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或是某个政党能解决的问题 你也不是挣钱更替啊 这个这个就能解决的问题 嗯相比之下呢 至少是维族人口确实是增长了 而且你如果对比跟毛熊 某些民族在这个毛熊国度里生活的某些民族 他们直接就不见了 几十年之后这个民族就消失了 啊 所以在这种 这个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上 全世界你看这放眼看去啊 没有最差 只有更差 大家就是比的更不烂吧 知道怎么说 再一个呢 呃就是说的呃就谈一下这个 呃稍这个穆斯林问题 王志安他在那节目里说 说好像是我们要限制 呃当地的呃穆斯林 就是为主要是维吾尔人了 就不能留那个大胡子 然后女的不能戴头巾 这个呢 呃可能是事实 但是 我们想想 就是我们小时候 比如说 七零后八零后 九零后 甚至是他们小时候 你看那个维族姑娘是什么样的 往往是非常 我不能说性格 就是非常火辣 非常热情奔放的 是吧 就露 跳到维族舞的时候 呃那个穿着颜色 很鲜艳的这种衣服 然后露着肚脐 也就是说 这个事不是 就是他们原本不是这样的 那变量是谁呢 变量显然不是 说我们的政策变了 是外人 外面的势力 渗透进来的 啊 而这个穆斯林不在 他的问题啊 不是在中国单单遇到这个问题 在全世界 他也都遇到相似的问题 比如在法国 啊 他们就规定说 学校里不能带宗教的标志 就是女的不能带头巾啊 啊 包括其实你带十字架也不行 嗯 当然也会引起他们的 这个当地穆斯林的抗议 这本质上 其实是要 就是穆斯林事业 他之所以 跟这个 现在的 这个这个 所谓的 呃 世俗生活 有各种冲突 现在国家世俗生活 有各种冲突 其实本质上 是他们是想解决 这个穆斯林世界 特别是阿拉伯世界 这个民族复兴问题 正如同我们中华民族 也要实现伟大复兴一样 历史上 阔国的民族 他都希望呢 有朝一日 我能 呃 继续 呃 这个这个 占领这个世界 呃 头把交椅 比如伊朗 也这样 是吧 阿拉伯民族也 也一样 然后 呃 许多这个 国家都是这样 他如果这条道路 找不到了 那穆斯林 世界的这种传统教法 他就无法适应 现代化科技的发展 是吧 他也无法指导 现在的世俗生活 那这种 这种情况 持续下去 恐怖主义啊 极端排外啊 呃 原教制啊 这些东西 就会层出不穷 我原本反对 在中国大陆 什么问题 都要归结为境外势力 或者是可能 在台湾 什么问题 都归结于 呃 老共 是吧 对面的大陆 似乎是 你今天随理土坛 闯红灯 乱上垃圾 都能赖在 当年八国联军头上 那新疆问题啊 的确是少不了 外部势力的渗透 刚才我说过了 不仅中华民族 需要为他复兴 阿拉伯民族 突厥民族 也需要 当年咱们这个 就是 二十世纪下半期 国际供运如火如荼的时候 我们向东南亚也派出过不少政维 所谓的政维 所以东南亚排华一半是历史原因 一半就出于他对中国输出革命的恐惧 同样 海湾国家 土耳其 他们现在也在不停的对外输出意识形态 他这个不一定是针对中国 说要分裂中国或颠覆中国政权 不是 他们一贯就这个政策 他们也是想输出他们意识形态 洗脑更多的人 这甚至是他们 政权的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就是他们也要实现 他们的这个民族复兴 具体都是到技术问题上 比如说王志安说 说一部分人受到了 人权受到了 那意思就是 一部分人人权受到了挤压 受到了侵害 同时他又提到说 当地干部实现没有察觉那次爆肯活动 似乎也是当地干部执法不利 那么问题来了 就如何既保护你的隐私 又能避免恐怖活动发生呢 这点美军也做不到啊 是吧 美国打伊拉克 打阿富汗 不也是技术监听 加现实数买吗 关上纳摩那些囚犯吗 不也是经常会被刑讯逼供吗 所以 这个事不是说对不对的问题 我从来不以这么道德来 来衡量一个事情的对错 也不是该不该的问题 而是你到那个位置上 假设你是当时的派出所长 或者你是新疆主管新疆政策的人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你不能站在事后诸葛亮 或者是站在旁边这角度下 这个 站在说话不要疼 你说你既要什么又要什么 是吧 既要绝对的自由 又要绝对的安全 这是不存在 或者你像当今 某人一样 既要经济发展 又要疫情清零 这也是不现实的 你不能既当又利 是吧 你不能既要马而跑 又要马而不吃草 有时候 你身处理下 真的很难有两千七百的办法 就是你只做到只能优化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 有些代价你不得不付出 关键是上谁来付出这个代价 同时这个代价能不能尽量的去 小的付出这个代价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比较精准的去 识别 这个这个那些反动者 那些真正的对这个社会有危害的人 而不是说这一刀切 把许多 有真的需要反映意见的这种声音 这种权力都给剥夺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 就是我们需要站出来不断奋斗的东西 咱们推一万不讲 就是你可能对一些 你可能跟我一样 对新疆的政策有很多不满 没问题 但是咱们推一万不讲 假设现在让新疆人自己统治自己 那他们的问题会变得更好吗 他们自己统治自己 就没有了内地的财政的这种转移支付 没有内地的元件 投资 没有内地的旅游 当地人生活会变得更好吗 新疆是更有可能变成下一个迪拜呢 还是更有可能变成下一个阿富汗呢 而且新疆也不是说韦国尔族一家的 也有哈萨克 也有蒙古 各种民族 即便汉人同意 说你新疆可以自己管自己 那 各个个别少数这个民族也不可能统一对吧 新疆的确是有丰富的游戏资源 但你想想他周围都是什么什么地区 他这些游戏资源卖给谁 如果不卖给内地的话 他是北上卖给俄罗斯吗 还是往西卖给这个这个哈斯克斯坦 都是产油产气的大国呀 对吗 那往南只能卖给很贫穷的阿富汗 还是巴基斯坦 他如果没有内地 他是一个内陆的这个地区 他如果没有这个中原内地的这种 帮助这种这种支援 他其实是非常难以自欺自足的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 汪菊他的结论说的好 说这个形象问题具有复杂性 相信他也认识到了 不是某些墙外的傻叉 KOL 他忽悠 糊弄一批傻叉 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 我们熟悉观察文化的 或者你哪怕你熟悉在一个大公司工作过 你就应该了解他这个内里的运作机制 许多情况下 就上面支援一个指示精神 中层呢 传达一个大乘方针 具体的这个执行是靠下面的爪牙 上面绝对不会说 让你把所有的这当地的什么维族人都抓起来啊 也不可能有明显的命令 说什么十几岁的女孩啊 这个十六岁的女孩 六十岁的老妇人都不放过 这个是不可能的 对吧 但是他可能是 会对你过往那些 工作的疏漏 那些法外开恩不满 给你压力 或者是鼓励你放下来干 出了什么事我给你兜着 类似这种话 那尚有所好 下必甚言 这样下面就会以为自己得到伤防保险 就有恃无恐了 本着宁可挫杀三千 不能放过一个的原则 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误伤 各种各样的原本合理合法的人 合理合法的权利被侵吞 被剥夺 肯定是在这种集权的国家里面 肯定叫交往过正的 不过正不能交往 上面可能是命令你说 把反费都抓起来 那你具体执行的时候 没法进去区分这些反费 所以你就可能 比如说反的有十个 你可能会把他们牵连的一百个人 都抓起来了 这些东西变成证据之后 就成了你迫害人权的 一种有利证据 然后你的工作疏失 上面可能真不知道 也可能他知道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他如果说多了干涉多了 也会影响你工作的积极性 你比如说普京打俄罗斯 就是这种东西 他明知道有些 可能打的不好 他如果过多的苛责前线的士兵 前线士兵就撂挑子不干了 妈的 好 你要么有种你来打 你来前面流血 对吧 你又不可能 你你做办公室的 你又不可能这么干 所以你真正干活 还是指着底下人 所以维持人士气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 所以当你这个下面人做错事的时候 打击面扩大的时候 他一般性就不会对你过度干涉 对你惩罚 什么的 但一旦 但一旦这个东方事发了 你你原本是这个竞争强杀强度司机的这个惯例 你一旦你引起众怒 你的上司 上级 首先就会大一灭金 大功夫特先干掉你 坏事都是你做的 这个 就是之前被压迫的这些民众 被迫害的这些民众 还会称呼他万岁 明君圣主 为民做主 而你呢 只不过是一个炮灰 一个耗财 补充一点说 就是最后 说一下 这个王志安说 就是他在新疆看 看过那个 就是恐怖分子 去吃刀 这个砍头 砍那个派出所人员 这头的那个 那个视频 这个视频 我我是没看过了 但是我看过相关的 相似的 就是比如说 他们确实是疯狂拿着刀 去冲击这个 当年 当时去镇压 他们的这些人 就是冒着强烈弹雨 真的是这样做 那么被打中了 然后 也是 就是 基本上没有感觉 没有痛感 就是这种多强 仍然是这个疯狂的挥刀向前 直到最后这个历劫不治倒地 这个其实你如果仔细想想 你就会你就你就会想明白 他其实不是精神上的勇敢 而是他受到了药物的影响 就DOI 就类似这个美国那种 当年民国的刺客 就也有也有这样的 包括后来这个俄罗斯搞捧不起那黑寡妇 也是这样 中东的多起爆炸自杀 以及美国的那些袭警事件 我曾看过两堂视频 就是那个美国警察近距离朝那个吸引的人开枪 啪啪打了好几枪 那一开始那几枪都没事 打中什么胳膊打中腿 那个人就跟不知道疼一样 继续冲着警察进攻 然后直到最后打中心脏 打中头部 这种打中这种要害 他才历劫倒地不起 事后就这个 就他们进行解剖化验 就发现这些人往往都是受到了 这个药物的影响 就是说他们是嗑药的结果 并不见得是真有多么勇敢 这个大体的事情 今天先说到这 第一期 以后希望继续在这个庆台上跟大家交流 拜拜